霹雳以保洞穴神庙清空令生效与否出现罗生门 尽管周务大臣拿都斯里沙拉尼表明清空令仍然有效 不过南天洞保管委员会主席陈贵宏就声称 在早前的会议上 霹雳、州土地和矿物局局长曾经亲口同意撤回有关的指令 并成立特委会来鉴定土地使用权 庙方还表示目前情况对市集庙方来说相当模糊 因此在情况明朗之前 他们都不会清空庙宇 陪同14名庙宇代表召开记者会的马华种族和谐 与宗教事务局主任陈昭颂表示 土地局局长原先也已经同意撤回清空令 但是行动党和公正党与沙拉尼会面之后 事件就出现转变 他因此质疑是两党搞砸了事件 导致撤回清空令仪式处于不明朗的状态 以保多间洞穴庙宇进来接获 由近打县土地局发出的清空通告 掀起争议之后 马华水里总会长拿督马汉顺 这个月10号出席庙方和佩利州 土地及矿物局的会议 并且宣布局长同意撤回清空通告 不料今天再生变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